好 这个花莲县的环保局为了要建立民众从源头来减速的观念 从即日起呢 只要是自备购物贷到重新市场进行消费 就能够兑换20元的消费券 以及一份精美小礼品 只要完成指定动作 每个月还可以抽奖 送出时装500元的礼券 为了建立民众从源头减速的观念 花莲县环保局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底 在花莲市重庆市场办理购物用塑胶带减量活动 民众只要是自备购物贷或是环保容器来这边采买的话 我们就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来打卡 那我们是从6月份到11月份 每个月都有10位的好朋友可以来获得我们500块钱现金抵用券 那在每一个月呢 我们还有加码的活动 也就是说在现场呢 如果你当天有自备购物贷来买东西的话 都可以来找我们的活动人员来兑换宣导品 那这个宣导品呢 包含了20块钱的抵用券 跟一份的宣导品这样子 如果出门忘了带购物贷也没关系 在重庆市场出入口也设置了带带爱分享箱 里头都装满了二手购物贷 可以提供民众索取 环保局活动开跑后 除了获得民众认可 目前也已经有超过9成的摊位进行响应 因为重庆市场生鲜的鱼 鸡 猪肉比较居多嘛 那我们会建议摊商就是跟消费者建议说 来购买食材的时候先询问有没有自备购物贷 那如果没有的话有其他的带子的话 我们就是希望说共享 我们摊商部分有的自备购物贷的话会减5块 或者就是说数量会多一点给消费者这样子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也鼓励各个市场 都持续的来用环保贷的一个方式 那重复的来利用 我们会从我们的社区 甚至于我们幼儿园 甚至于我们学校等等 那有活动的一个方式 我们都会告知减缩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希望留给子子孙孙 是一个干净的一个地球 市长渭嘉燕表示 生活常见的塑胶带等垃圾 已经严重影响海洋生态 希望能以重庆市场为示范点 未来除了会持续在各公有零售市场 推动减速工作 也将从交易着手改变消费习惯 达到全民减速的目标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